波波发的这个办法就不错呀 带打王者荣耀 一百块一周内 直接帮忙打上王者级别 如果没上王者退八十块 留二十块辛苦费 有需要的速度联系我 直接给我二十块就可以了 好也不用给我 反正打不上去 省得退钱了 麻烦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一转 收到 哥们 你这简直五本生意躺着收钱 已经开始盈利了 看来波波已经是走上了一条 发家之父的道路 然而咱们的人生苦主风哥 似乎还在原地套 风哥呀 你可长点心吧 赚钱和谈恋爱 你总要图其中一头吧 不是 你可怎么办呀 不过还好呀 风哥这个人憋得有点没有 就是挺愿意听人家意见 很快就开始了一项新的坚直 来看看朋友圈 他的成绩如何吧 兼职的时候居然碰到前女友了 他坐在台阶上满脸疲惫 喝着一块钱一瓶的廉价矿泉水 时不时的擦擦额头上的汗 我知道我该去打个招 毕竟相爱过 嗨 你好吗 我对他说道 脸上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他有点不知所措 没想到是我 低下头逃离我的身线 我记得说 后悔吗 当初选择离开我 他的脸红彤彤的 那么可爱 还用小手捋了捋自己的绣发 我知道该有所行动了 我不想再错过这次机会 我靠近他 对他说道 这个瓶子可以给我吗 这我只能说 你真的太有商业头脑了 有商业头脑加一 不愧头这么大 蜂哥 你这样用不了多久 就会走上人生巅峰的 看到这里 我只能说 蜂哥这辈子发财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妥妥的 妥妥的当富豪 他这个恋爱 恐怕是要跟他绝缘了 真不知道是该恭喜他 还是期待讲到悲哀 算了不管了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 我在微信群里 发起的话题讨论吧 今天的话题是 你最难忘的一次 被黑经历是什么 我最难忘的一次被黑经历 是别人说我长得害心 就是太黑了 这有理有据的 我无话可说 我最难忘的一次被黑经历 是我在聚会上唱了首歌 然后大家都说我人不可貌相 所以是说你长得丑 还是唱得难听 我的经历是 别人说我长得像高晓松 这是高晓松被黑得最惨的一次了 我玩王者荣 要被小学生骂我不会玩 然后我靠他超神 带着我走向了胜利 这样的大佬可不好找 还愣着干嘛 赶紧再好友啊 上初中那会儿 我同学总说我是全班最帅的 真是黑得太惨了 可以说是相当过分了 我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是朋友说我开过嘴角 跟王大陆一样 我百度了一下王大陆 我天你的嘴得有多大呀 快快拿床被子堵住他的嘴 我给你帮你帮你帮我